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海底扩张学说 在维格纳提出大陆飘移说之后 他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找不到精确的证据来证明大陆是在飘移的 在当时,人们其实对于汪洋一片的大海也感觉到好奇 想要知道这个大海下面到底有什么 但是怎么去研究这片大海呢 早期的科学家发明的潜水中 可以将人带到海里面去观察海底下的状况 但是可以探查的深度有限 即使后来使用了潜水球,可以潜得更深一些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海底来说,潜水球的深度仍然不足 现代化的科技可以使用海底深纳的探测设备 深度的限制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可以慢慢的将整个海底的状况描绘出来 以下我们取从美洲东岸到非洲西岸大西岸海底的剖面示意图来看 但是这样的比例我们并不容易说明 所以我们把它的高度拉长一些来看 首先是大陆棚 这是指从陆地向海倾斜深入海里面 深度约为200公尺以内的海底 接下来是大陆坡 这是指过了大陆棚之后 海底的深度突然陡降到三四千公尺的区域 大陆棚跟大陆坡合并为大陆边缘 从大陆边缘向海中间深入的地方我们称之为阳底盆地 再往中间走就是海洋当中的山脉 也就是中阳脊 中阳脊是海里面火山山脉 它蜿蜒环绕全世界 总长约为七万多公里 有些中阳脊的顶部会露出水面 形成小岛或是岛群 例如冰岛或是亚述尔群岛 接下来再看看中阳脊的火山作用 其实火山里的岩浆与岩石之间的关系 就像水跟冰块一样 冰块的温度提升时就会融化成水 水的温度太低了就会凝结成冰块 岩石也是相同的 当岩石的温度太高时就会融化成岩浆 当岩浆的温度降低了就会再凝结成岩石 由于中央级下方是缀寒软流圈的热点 因此岩浆会有向上向两边扩散的现象 当岩浆冲破中央级上方脆弱处 就会以岩浆的方式流出来 同时将两边的岩石板块向外推挤 流出来的岩浆将会被海水冷却 形成玄武岩 凝固成为新板块的一部分 如果再有岩浆向上推挤 则板块仍会继续向外侧移动 中央的岩浆则继续冷却为玄武岩 因此在中央级两侧 越靠近中央级的地壳属于新的地壳 相反的越远离中央级就属于越老的地壳 现在我们透过Google Earth 来看看整个地球中央级分布的情形 首先先从北极圈看起 这是格林兰的位置 中央级在它的右边 向下延伸到冰岛 然后继续向下延伸到大西洋的北侧 继续向南延伸 这里是大西洋的中央位置 左边是中美洲的东岸 右边是非洲的西岸 接下来继续延伸到大西洋的南端 左侧是南美洲的东岸 右侧则是非洲的西南沿岸 再向下延伸 延伸到南极洲 然后分成左右两边 继续向前延伸 如果海底扩张的边缘是另一个大陆板块 这个交界处属于聚合型交界 交界处因为板块互相破坏的关系 容易形成海沟 目前已知 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最深的海沟 是太平洋板块 深入菲律宾板块下面的结果 深度约为一万一千公尺 整个中央级可以说是盘古大陆 分裂的动力来源 中央级蔓延到整个地球 总长约为七万公里 以上是海底扩张学说 我们下次再会